如果要把這個Netbar做出來長得像這樣子 這個是黃色 這個是白色 這個是藍色 第一個顏色等一下變更 第二個的話呢 上面的icon 那我們可能就是先上面做一個icon 這個上面的icon有點像information 一個i有沒有 這個有個星號star 這個有個表格叫green 所以呢我如果要把它變成有圖示的話 那該怎麼做 等一下就是這個 一個增加一個小圖示 那怎麼樣增加小圖示 第一個 我們可以切到 所以剛剛我們這個地方 及時一下 這個再把它 加一下 有沒有 第一個 加DIV 第二個的話呢 再加dataRaw 等於Netbar 有沒有 OK 那這樣的話 再加超連結 總共有三個 好 那這樣就到這邊了 所以點 點及時看一下 剛剛是應該這樣子 你要點下去 可以連過去 如果沒有辦法連過去的話 很有可能是你 你剛剛的那個頁面 DIV跟DIV 沒有分開來 你把它放一起 OK那一定掛掉 請你重做吧 因為很難找 OK因為程式太多了 好 好 那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如果希望在這個上方加上 圖示的話 圖示的話 比如說我希望長得像這樣子 上面有一個 i 比如說 BrowserLab 你就改切到 這邊有個CS樣子 對不對 請你把它切到哪裡呢 特別叫 切到這個叫做 標籤檢視 檢視窗這裡 特別說這個地方一定要找到 右邊的這個叫什麼 標籤檢視窗 OK 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因為我們是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JQ Mobile 所以呢 記得 這個也要找到了 因為我發現同學很容易找不到 這個 JQ Mobile 這個地方 那把前面的加號展開來 你會找到 那主要是我們要設定什麼 設定他的那個 Icon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展開 郵標放在最新消息 點開這個 JQ Mobile 然後再來的話請你找到一個叫什麼 Data Icon的選項 Data 好像全部都叫Data I開頭的 Data有沒有Data Icon 也找到了 這個就所謂他的屬性 如果說我要把這個地方加一個Data Icon的話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程式啦 不過比較快的方法是從 他的標籤裡面找 那Data Icon的話呢 你會發現 點一下 下面有一個 下拉籤單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清單 我記得好像十幾個吧 裡面 就是他預設的 JK Mobile幫你預設的一些 小說圖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這一些啦 如果1.0的版本 非常少 但是後面的版本比較多啦 可是目前我們現在用舊版沒關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把最新消息裡面加一個Icon 這個Icon的名稱叫什麼 叫做 Information 有沒有看到Info 有沒有看到Info 這個就是 所以喔 你又不要放這個喔 然後在Data Icon點一下 記得從這邊切過來 然後找到這個 叫 JK Mobile的 Data Icon OK 給他一個叫 Info 然後呢 如果你做了這個設定的話 其實他也會幫你寫程式 寫了什麼程式喔 其實你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他就幫你加了一行 叫做Data Icon 加在哪裡呢 加在 超連結的後面 Data Icon Info 那你想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打 沒問題 只是說我覺得有時候從這邊找 好像比較好找一些些 那我們來 及時一下 有沒有一個驚嘆號出來了 OK 那這個的地方的話是一個什麼 Data Icon 等於STAR OK所以呢 我就一樣的動作 把游標再放進新書登場 在這邊 Data Icon 直接就把它改了 STAR STAR應該是最下面這個 然後 認證課程的話就是一個 表格就是GREED GREED的話就是這個 GRID 這個 GREED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基本上就設定好了 你會發現 其實他主要增加的程式碼就在這裡 增加這些東西 Data Icon 有沒有 等於這些東西 剛好 1 2 3 當然你未來你自己打也沒關係啦 所以你看哪個部分你比較習慣 你就有哪個方法去做 OK 那這樣最後的話呢 即時看一下 出來了 有沒有 OK 那還沒結束 你想說老師那顏色呢 我希望 這個是什麼 看一下 顏色 一個黃的 一個 白的 一個 藍的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你 再利用什麼 一個標籤 剛剛叫Data Icon 現在叫什麼 Data Thin 就是 算背景吧 那顏色他只有五種 就是 A B C D E 分別顏色是什麼 黑 就是A B就是藍 銀 灰 黃 沒有白了 剛剛這個應該這個是銀色吧 不過其實說真的完全看不出是銀的 反正算了 反正就是知道 是這個顏色就對了 OK 所以我們怎麼把它套用上去呢 基本上很簡單 一樣的道理 再把它切回 即時切掉 這個要變黃的 那怎麼變黃 很簡單 Data Data Thin 有沒有看到 T開頭的 往下拉 Data Thin 這個 然後呢 點下去應該會A到 不過 你會發現 老師可是不止喔 跟各位講 他效果只做到1啦 可是你想說 老師我可以以後自己 變個顏色出來 可以喔 這個布景的顏色喔 你是可以自己定義的 但是後面會再講 我們先做比較 樸素一點的啦 那這個是 黃色的話 黃色是黑 藍 銀 灰 黃 有沒有 最後一個 黃色就是1 OK 那這個黃 黃看看即時一下 黃色 有沒有看到 Data Thin OK了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是 白的 不過沒有白的 是銀的 所以 黑 藍 銀 銀的話是這個 C 這個的話呢 藍色 藍色的話是 黑 藍 藍是B OK 所以你可能 可能這顏色 稍微記一下 然後按即時一下 OK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就 又大功告成了 那裡面的話 程式會多增加哪些東西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他又增加了 這個 Data Thin 有沒有 等於 1 C B 當然呢 一樣 你也可以自己打上去 絕對不會有問題 OK 你也可以自己選 OK啦 畫面呢 現在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所以剛剛的話 主要是做那個 就是 怎麼樣讓這個按鈕 就是Netbar 變得更漂亮 增加icon 跟 改變顏色 啊 改變顏色 除了那個 按鈕之外 頁面 像剛剛有講 浴色黑的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其他顏色 比如說改成白的 道理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 Data Thin 改一個顏色 就OK了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都相通的